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慈律第一 幽婆离尊者 幽婆离 佛陀的十大弟子 他是慈律第一 就是戒律第一 永远不会犯戒律的 用现在的话讲叫慈戒第一 一点都不犯的 比方说不进女色 你看见女人看能不能看 眼睛马上低下来 所以你去看好了 看见外面的东西 眼睛就往下垂了 无丝毫触犯 称为慈律第一 他的名字叫 幽婆离 幽婆离的意思就是 远近的近 他出生在印度的 四重性下 最下等的首陀罗阶层 实际上 在当时的印度 一听名字 就可以知道你的档次 佛陀当年叫 释迦 只要把释迦拿出来 人家就知道释迦族 做皇帝的家族 那么当时呢 首陀罗阶属于下的 他是 是加皮罗魏国 皇室中的理发将 他本性忠厚老实 工作 勤奋认真 皇室中的人 个个都喜欢他 那个佛陀呢 回到加皮罗魏城 皇室中的 阿纳律 阿难等王子 都要求 随佛陀出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皇室的理发师 他也要出家 但是为自己出身低微而苦恼 佛陀一看就看出了 他的志向 佛陀就跟他说 容许你 跟我们一起出家 当时的出家 全部都是贵族啊 有档次啊 结果佛陀允许他 和所有的王子一起出家 你想跟皇子在一起的话 那档次很高 但是这个忧婆理呢 他善根深厚 佛陀说他是过去的 迦瑟佛坐下的 迟律大弟子 虽然你别看他 这辈子是理发师 但是他居然是 过去的迦瑟佛坐下 迟律大弟子 佛陀让他先 以苏王子 很多的王子 受戒出家 他出家之后 延迟戒律 秋毫无犯 好久一点点都不能犯戒啊 脑子里动一点点意念 就叫犯戒啊 他秋毫无犯 佛经书记载他 自从归依佛受戒以来 未曾犯戒如毫离 毫就是一点点 毫离一点点都不犯戒了 因此在佛弟子当中 有辞律第一的美称 优婆理呢 虽以辞律组成 但是他对于佛陀 所制定的那些戒律啊 并不没守成规 佛经中啊 经常有他 关心病比丘 生病的和尚 而请示佛陀 开许的事例 他不仅个人 对戒律严格守持 而且还帮助佛陀 制戒 就是制定很多的戒律 所以你说 一个懂法的人 一个制定法律的人 他必须守法 他自己都不守法 他怎么能制定法律啊 实时处处维护佛陀的戒规 最难的是他 佛陀涅槃后的 第一次佛典积极中 他是律藏的送出者 他把戒律全部念送出来 故为律藏传持之主 经律论三藏 那么律藏的始祖是谁 幽伯尼亚 后来的佛教僧团的 那些干净 守戒 沿着佛教正规的轨道发展 都是跟我们这位 幽伯尼付出的这种代价 非常有关系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婆 请不吝点赞